这部电影因内容太过真实和禁忌 在国内无人敢拍 后被韩国买走版权拍成了电影《许三观》 故事始于这个炎炎夏日 这天许三观正在地里帮叔叔收西瓜 正巧同村的桂花和他娘来送吃的 叔叔问起桂花应该快嫁人了吧 桂花娘一听便打开了话匣子 还结什么婚 我们都退婚了 也不怕你们笑话 我曾请这小伙上家里来吃饭 他要是能吃两碗我也就放心 吃三碗我家桂花就是他的人了 结果他只吃了一碗 而且听说这家伙从没去城里卖过血 许三观就奇了怪了 他问叔叔为何没卖过血就要被退婚 叔叔就说道 因为健康的人都去城里卖过一两次血 身体不好的人自然是不会去卖血的 其实许三观问起这事 也是有自己的打算 平日里许三观在工地上卖力干活 就是想早日娶上一个媳妇 而在工地卖大卖茶的姑娘林芬芳 她就觉得很不错 不料林芬芳前脚刚走 卖爆米花的玉兰又来了 她出现的一瞬 整个工地竟都安静了下来 只见这玉兰 一双四喜飞喜寒情目 两弯四醋飞醋龙烟眉 仙仙细腰已微步 娇媚五谷艳三分 看得许三观眼睛都直了 什么大卖茶什么林芬芳 瞬间被她抛之脑后 如能娶这镇上第一大美女为妻 将死而无憾 可惜啊 名花早已有主 她的男友便是财大气粗的何小友 这小子常年跟美国人做生意 赚了不少的钱 要想从她手上抢走玉兰可不容易 自此许三观茶不思饭不想 就盘算着如何将玉兰娶回家 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卖血 即能赚一笔钱 又能证明自己身体健康 于是第二天 许三观又去找到了叔叔 随后叔叔给他介绍了一个 卖血专业护老方 在去县城的路上 老方教了许三观一个窍门 在抽血前要一直喝水喝到保为止 就算想小便也要拼命地憋住 这样便能让水充满血液 而且要想多卖一些血 还要给医生送点土特产 这样就能一次卖三� 按当时的价格 一生血能卖一千元 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抽完血拿到钱 老方便带着许三观去上馆子 吃一顿血肠算是补补身子 餐桌上老方还传授了 许三观一套泡妞大法 只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女孩 就没有不成的 许三观信以为真 所以回去以后他将玉兰约出 给他买礼物 带他下馆子吃好吃的 而在一间咖啡馆里 许三观见时机成熟 便跟玉兰算起了账 这一天下来你可花了我两千块 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玉兰一听就乐了 你不会是傻子吧 给你出来玩一天就要嫁给你 但许三观并没有放弃 晚上他提着大包小包来到了玉兰家 直接向玉兰父亲提起了婚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 这包五花肉也算是重礼了 同时许三观再次抓住了重点 我们都姓许而且我无父无母 如果我娶了玉兰 生下的孩子也就姓许 不就等于我做了上门女婿 玉兰家的香火也得以延续 这么一说玉兰父亲瞬间就心动了 虽说那和小勇有钱有势 但她是万万不会做上门女婿的 所以父亲当场拍板 让玉兰与和小勇断了关系 不久许三观便与玉兰举行了婚礼 转眼十一年过去 在这些年里玉兰勤俭持家 并为许三观生下了三个儿子 分别叫一乐二乐三乐 其中大儿子一乐聪明懂事 最受许三观喜欢 但随着一乐一天天长大 小镇上便传出一些谣言 说一乐越长越像和小勇 特别是那眉毛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这些话自然也传到了一乐耳中 她天真的问父亲和小勇是谁 大家都说我跟她长得很像 许三观当然不会相信这些传言 于是将一乐带到和小勇家前说 这是一个傲慢且小心眼的家伙 她曾经追求过你妈妈 但你妈妈只迷恋于我 那些流言蜚语 都是来自他们的嫉妒 结果在小店里 邮递员看了一眼一乐 便让她把信交给爸爸和小勇 这让一旁的许三观就很干大了 为了证明一乐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也为了堵住悠悠众口 许三观特意带儿子去医院验了血 并在拿到报告的当天 召集众邻居宣读检验报告 因为自己是欧行血 妻子玉兰是行血 而和小勇是B行血 结果当许三观信心满满地打开验血报告 竟发现儿子一乐的血型是B行 这就不是一般的尴尬了 说明一乐正是玉兰跟和小勇的孩子 许三观心中大怒 跑回屋中质问玉兰这是怎么回事 刚开始玉兰死不承认 但在许三观的再三追问下 玉兰终于坦言 在与许三观结婚前 自己跟和小勇有过那么一次 一听此话许三观顿时眼面痛哭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当了11年的冤大头 帮别人养了11年的儿子 从此以后许三观开始浑了起来 每日里躺在榻上什么也不干 与玉兰玩起了冷战 反倒是一乐懂事地替妈妈分担着家务 直到这天一乐为弟弟出头 打伤了邻居儿子的脑袋 邻居上门索要5000块医药费 而许三观却让邻居去找和小勇 自己帮他摆养11年儿子 现在出了事 医药费他总得出吧 这话说得近一点没毛病 因为现在全镇都知道 一乐是和小勇的儿子 于是当天邻居又去找到了和小勇 不料和小勇也耍起了无赖 声称我家族浦上可没有一乐的名字 我可不会出这份医药费 邻居也不是傻子 见左右拿不到钱 他干脆带人到许三观家中搬东西 什么值钱搬什么 许三观也破罐子破帅 你们爱搬不搬 并大骂一乐就是一个野种 一听这话玉兰就坐不住了 于是梳妆打扮穿上最隆重的服饰 就要去找和小勇讨个公道 许三观帮你摆养了11年的儿子也就算了 现在一乐打伤了人 你作为他的亲生父亲 怎么也得承担这个责任 然而和小勇家有母老虎阿珍 同时他也不想与一乐相认 静火同妻子将玉兰推倒 玉兰受辱回家怒气难消 竟让许三观去杀了和小勇这狗东西 当然这也只是气话 不过许三观听得舒服多了 他的消极其实就是想要妻子一个态度 于是许三观开始了行动 他又去河边喝起了水 准备再去卖一次血 并愤愤不平地对两个儿子说道 你们长大后一定要为爸爸出气 把和小勇的两个女儿娶到手 相隔多年许三观又来到了医院 医生一听许三观的名字 也是一乐 原来你就是帮别人养了11年儿子的冤大头 没想到这是在县城也早已传开了 许三观陪笑着终于卖掉了血 而在离开时 他竟遇见了当年暗恋过的林芬芳 二人四目相对心中感慨万千 如果他们成了一对 也不会有这糟心的事 说不定小日子过得还很幸福 带着这心里的小小悸动 许三观请林芬芳去馆子吃了一顿 见林芬芳摔伤了腿 他又殷勤地护送回家 并留下了卖血赠送的罐头 不料刚出门又遇上了儿子一乐 他跟了爸爸一整天 只是希望能得到许三观的原谅 说自己不该打架 身上不该流着和小勇的血 而许三观却说 一乐呀以后我们单独在一起时 你不要叫我爸爸要叫我叔叔 一乐十分失落 但也只能陪着叔叔去将家具赎回来 结果刚到家 林芬芳的丈夫大头就找上了门 大骂许三观勾引了他的妻子 还有罐头为证 许三观百口莫辩又要背上骂名 此时一乐出来为他作证 声称自己一直跟着爸爸 亲眼见他没有进房就转身离开了 并强调我又不是许三观的儿子 没必要为他撒谎 就这样大头反成了无理取闹之人 只得拿起罐头信性离开 尽管这样许三观仍对一乐一脸冷漠 这一年饥荒肆虐 家里早已揭不开锅 一家五口躺在床上饿得睡不着 许三观再三交代 明天太阳出来也不要起床 这样便可以减少能量的消耗 见大家无聊之急 许三观干脆来了个画饼充饥 说要给三乐做超大的肉包子 要选用上好的五花肉 然后与大葱辣椒粉条拌匀 用小火蒸十分钟 这样便可以做出香喷喷的大肉包子 一乐在一旁听得直咽口水 许三观又不乐意了 你小子不能咽口水 这是二乐和三乐的包子 玉兰就很无语 转过身对一乐说 我们一起争继于吃 但这样下去终归不是办法 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无奈之下许三观又一次 走进了医院卖鞋 这次看到路边补血的血肠 他没有选择独自享用 而是回家带上孩子们去吃大肉包子 不过在出发前 许三观又对一乐说 我卖血是为了让家人填饱肚子 绝不能给和小勇的儿子吃 你就去叔公家吃红薯吧 一乐含泪问道 如果我是你的亲儿子 你是不是就会带我去吃包子 许三观说 如果你是我亲儿子的话 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听到这话一乐瞬间开心了不少 来到叔公家吃红薯也十分的香甜 但没吃两个叔公也不让他吃了 在回家的路上 一乐看着天上的月亮就像个包子 并越看越饿 他飞快地跑到包子店 想求许三观给他吃一个包子 但包子店已经打烊了 于是一乐又来和小勇楼下 求他给自己买个包子 但和小勇并不认这亲儿子 还要放狗咬他 而不久后 和小勇在送货时突然流出鼻血 并晕死在车上 许三观也为此放声高歌 连称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啊 从今天起要怀着感恩的心开始新生活 医院中医生也没查出和小勇的病情 只是推断是大脑的问题 于是阿珍请来一位道士做法 希望能唤醒和小勇 而道士却说只有儿子才能为他叫婚 但阿珍只生了两个女儿 他只得硬着头皮去祈求玉兰 并承诺供一乐上到大学 玉兰本有一肚子的牢骚 但考虑到人命关天和一乐的未来 他最终同意带一乐前往和小勇家 只见和小勇斜靠椅子上昏迷不醒 道士口中念念有词 就要一乐按照他的指示大叫爸爸 即使上卖爆米花的许三观也心不在焉 虽然平时有气都发到一乐身上 但他还是挂心着这个孩子 于是也偷偷来到和小勇家窗前 此时道士在房中让一乐大叫爸爸快回来 不停地喊一个小时 其实一乐心里就一个爸爸 来到这里他本就不乐意 所以在替和小勇叫魂时 他总是不在状态 甚至遭到道士和妈妈的斥骂 此时一乐看到了窗外的许三观 于是他大声喊出了爸爸 把自己所有的委屈 和对父爱的渴望一声一声喊出来 许三观站在窗外听得心酸不已 他再也待不住了 冲进屋中没有半点犹豫地带走了一乐 回家的路上更是将一乐背在背上 父子二人面带微笑冰势前嫌 一乐不是自己亲生又如何 十年的陪伴却是怎么也抹不去的父子情 然而好景不长 这天一乐与弟弟在玩耍时突然晕倒 经医生检查 发现他与和小勇的病情极为相似 建议夫妻俩马上送一乐去城里的大医院 但手术费至少要三万块 此时许三观已管不了许多 让玉兰先送一乐进城急救 自己留下来筹钱 可在那个年代 要凑够这一大笔钱又谈何容易 他首先去找到和小勇的妻子阿珍 但却被当场拒绝 无奈许三观又跪倒在医生面前 求他让自己多卖一些血 但他刚刚才卖过血 医生也不敢冒这个血 不过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卖血 他们不知道你的情况 死了跟我也没关系 就这样许三观开始奔走于各地医院 没到一个医院就卖一次血 胳膊上的针孔越来越多 已是一片淤青 为了节省开支 许三观不敢住旅社 就算下雨天也坐在路边 吃着卖血送的罐头 而过量的卖血 也让许三观脸色惨白 身体极度虚弱 如果让医生发现 将取消他的卖血资格 于是许三观来到路边 将身体倒挂回血 让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 这样医生才会让他继续抽血 但这次许三观的身体 已抽不出血了 只抽了半瓶电晕倒在地 医生怕闹出人命 又将血给他输了回去 这样一来他不仅拿不到卖血的钱 还要出治疗费 许三观自然不肯再拿出这些救命钱 结果在双方争执之时 许三观被推倒 他包里的钱也撒了一地 而在场的人见钱眼开 如一个个吸血鬼一般 纷纷扑到了许三观身上 带着仅剩的钱和一脸疲惫 许三观来到了首尔医院 他心中急切不断地叫喊着 宜乐的名字 血音大声喧哗被保安赶出医院 而在医院的另一栋楼里 病床上的宜乐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呼喊 他透过窗户向下张望 终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宜乐拔掉手上的针头 拖着病奄奄的身体来到街上四处寻找 没走多远便也开始脚步踉强 最终他在马路对面 看到了贪坐在地上的许三观 父子俩相拥而泣 许三观不断地道歉 对不起是爸爸来晚了 而宜乐却说我得的是脑炎已经治好了 原来玉兰在医院苦等丈夫不来 迫不得已之下 宣现了自己一个肾脏 看到桌上的鞋印 许三观痛不欲生 电影的结尾 许三观带着全家下馆子 热气腾腾刚出锅的肉包子 韩国特色的泡菜鱼肉火锅 孩子们高高兴兴夫妻心满意足 这种幸福在当今看来也许不足为道 却是许三观一家最开心的时候 也是一群小人物执着不懈的追求和期盼 韩国翻拍这部影片 情节有不少变动 更多是为了符合国情 将中国小说中表现家庭亲情温暖的精华吸取 用本国文化去包装小说 最终成了韩国电影版《许三观卖血记》 全篇以许三观对儿子一乐的态度 转变为主线 不断演进 从得知真相前的喜爱和重视 到后来的反感和嫌弃 在送孩子到亲爸家里招婚后 心里又被那股父子情所唤醒 许三观把孩子带回家 甚至为了救他的命而豁出性命的卖血 血缘关系的阻隔 被父子间的感情冲击得一丝不剩 许三观多次卖血则作为父线推动剧情发展 他第一次卖血是为了逃老婆 第二次卖血是为了救济饥荒中的家庭 中间几次卖血也都是为了极其重要的理由 而最后几次卖血则为了救儿子一乐 甚至差点送命 片中许三观用出卖生命的方式来延续生命 用自己的血换取养血的食物和继续生存 本身就是一个荒诞而荒凉的怪圈 他在这个循环往返中努力挣扎 像拼尽气力的蝼蚁 在一次次苦难的轮回中 以自己的血肉为家庭提供饮食温暖 总之这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一个爱情的故事 更是一个无奈而又现实的故事